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 一会儿记得 多吃东西 少说好 多吃东西 记得你的角色定位 一个靠怀孕上位 穷酸又无赖的拜金 这个郝聪明是湖南的 一家都是小市民 你看他平时的样子 粗鲁又没有修养 跟池梦完全不是一个档子的人 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 三个半夜出入酒店 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不错了 忘记了 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 别理我 又怎么了 是 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 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 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 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 我陪你去 你别跟着我啊 我可不是为了你 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吗 对 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 你是不会懂得吃大烟 有什么有这个 我这个是不一定会不会跟着我 我和你不想要去做 也是不一定会儿子 我和你不想要去做 你们不想要去做 你不想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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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小姐 您眼光真好 那我就要这个了 好的 就这条吧 好的 请稍等一下 死扣门迟墨 有钱了不起 鲁迅先生说得真是没错 这是越有钱 越是一毛不肯放松 物量资本家 四块我们去不 小姐 一共是四千三百八十块 什么 四千多 不是三百八吗 本店是高级你装专卖店 需要我帮忙吗 不要 我刷卡 我刷卡 谢谢惠妇 我一个月的工资 那个 如果尺蛮不合适的话 过两天可不可以来退啊 是可以的 穿着戴标签的衣服不礼貌 好 小小 少爷 今天有客人来 已经吩咐下去了 好 少爷 里面请 少爷 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 什么意思 需要我回避是吧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 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 就假装试睡 做怀音出气的样子 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真的好吗 你好好表现 否则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不就是个老太太吗 请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迟墨的妈妈长什么样呢 一定很雍容华贵吧 否则也生不出迟墨那样的霸道总裁 但一定也很难缠 像韩剧里的那种 等你 我才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我说你这种 我还要来 我还是那种 我这一家 你不是人家的 要是你 你 你不是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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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开个价吧 要多少钱 不是 师伯母 我想您误会了 你跟我儿子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的情况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吧 要多少钱 你才肯离开我儿子 一百万够不够 不够的话 五百万 干脆 一千万吧 从今以后 你要跟池墨一刀两断 这么多个零 我这辈子没有借过 这么多的钱 不过师伯母 您太看得起我了 我好聪明 从小穷到现在 早就习惯了 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 我也会把它 捐给慈善机构 替您心善积德 你 我跟池墨之间的爱情 是无价的 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 都无法动摇 我跟他之间 纯粹的爱情 好 郝小姐 郝小姐 夫人在等你 里边请 好 这就是池墨的妈妈 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 你好 你看我 池夫人 我呢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但又不方便出门 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 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来来来 快请坐 来 请坐 吃葡萄 谢谢 我说穆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 原来是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好啊 自从三年前 她跟宝珠分手 就一直没见她 再交过女朋友 为此啊 我都愁死了 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 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 老聪明 你真幸运 那个 池夫人 别那么客气 叫我伯母 伯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好聪明 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 好聪明 名字啊 挺有意思的 可惜啊 怎么了 伯母 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我家穆儿 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发生什么事了吗 伯母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们池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 沐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 其实自从三年前她父亲过世之后 池氏集团内部就不断地出现危机 以前还有宝珠和她的正式集团 帮着池氏渡过难关 如果宝珠她知道沐儿有了新的女朋友 估计正式也会对池氏放手 到时候啊 压在沐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 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 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 聪明啊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很希望看到沐儿能跟你在一起 毕竟沐儿她是真心喜欢你 但沐儿身上有池氏的担子 关系到所有池氏员工的生计问题 你说该怎么办呢 放心吧 伯母 其实我跟崔茉莉要 孩子 在那边 走 那么着她在装孕兔 就这演技 五十块钱一个行饭 大烦了 好过来了 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她是我女朋友 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 还有 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塌了 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 来演场戏 就对付得了你妈了 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 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 郑氏和池氏之间的利益关系 你不是不清楚 你要是不处理好 跟宝珠之间的关系 整个池氏 都会被你给拖垮的 回头 把那个好聪明给打发了 去找宝珠 我做不到 你 你们两个 没事吧 没事 沐儿好久没回来看我了 我们有很多话要聊 不好意思啊 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 找人把她送回去 可是我还没 请吧 我还没吃饭呢 我的包 好聪明啊好聪明啊好聪明 你脑子是不是瓦疼喽 花了四千多块钱 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 四千多 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 人家起来都没有那么多 好聪明啊好聪明 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 四千多块钱 正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 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败金 未婚先孕的形象 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在乎好吗 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四千三百八十元已退还 退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这个项目的钱你是不是已经 这个品牌是我们吃事集团代理的 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 钱也退给你了 还真的是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想不到你这坨大冰山 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 真是百年难得一斤的情景 谢谢啦 你不用客气 今天你表演得这么卖力 送你条裙子当酬劳 也是银钢 难得送别人个东西还表现那么臭屁 你不用想太多 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 你帮我忙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谁想想多啊 我就是多说两句给你个抬金下 我看我看你 干脆不要叫齿磨 改不叫齿顿算了 一点眼里见了吧 我好聪明发誓 以后我要是再给齿磨好脸色态 我就连 我就连好白痴都不叫 我干脆砍掉一个字我叫 好蠢 我没想到你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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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喂 等一下 我有事情问你 我上班要迟到了 你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 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 你那个男朋友 就是长得像我的那个人 你能给我多说点他的事情吗 比如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原来你是想了这个 沈默这个家伙 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 倒数倒数 好蠢 你还被他欺负得不够吗 那我就说了 我们家晓晓不光人长得帅 而且对人也很好 而且有礼貌 充满自由不羁的情怀 非常的有才华 而且他对人很亲切热情 要知道他的优点 甚至三天三夜都受不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跟你这坨冰山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怎么了 你大早上神神叨叨叨的 要是没别的事 我上班去了 行 就去答应你这臭屁德行 还想跟我们家晓晓比 你一切让我再听不懂 小小你去哪儿了 好久都没有见到你 我去哪儿了 好久都没有见到你 精神科 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